今天要做的是麻油油饭 食材有猴头菇、糯米、香菇、姜、麻油、米酒 首先先将干香菇清洗一下 洗干净之后,泡少量的饮用水 水不要用太多,这样会把香菇的香气泡掉 接着将长糯米用饮用水搓洗干净 总共洗两次 洗完之后把水沥干,接着再用饮用水,泡4小时以上 也可以要煮的前一天晚上,泡这个糯米 接着将泡好的糯米捞起来 把它倒在蒸笼里 那蒸笼里记得要铺上一个布 把糯米倒在布的上面 煮一锅水,水滚了之后,把糯米放上去蒸30分钟 30分钟左右拿出来看,应该有全部蒸熟了 蒸好之后就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来准备材料 首先先切姜片 将姜片放入锅中 用麻油的冷油下去炒 记得火,不要开太大 火太大,很容易让锅子焦掉,让姜产生苦味 用小火煮姜片的时候 在等待的同时,我们可以处理其他的食材 将香菇切条状 时不时要注意锅子 当用小火炒,倒这个麻油 被这个姜片吸收之后 可以再一次再加一汤匙的麻油 拌炒均匀之后,加一汤匙的糖 接着再加一汤匙的麻油 这个全程的过程,记得要用小火炒 接着,加一汤匙的酱油调味 加入米酒 加入米酒 将所有的食材和调味料滚薯以下下 让这个酒和调味料可以入味 接着倒入蒸好的糯米 让糯米和刚刚炒的材料完全的拌炒均匀 因为糯米会稍微有一点黏度 所以要耐心地慢慢把它拌炒均匀 那过程中如果油不够 可以再继续加一两汤匙的麻油 等到完成拌炒均匀以后 就完成了 再加一汤匙的麻油 放入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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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蒸骨 放入蒸骨 蒸骨 抹黑的 sometimes 骨頭 切成凍結 骨頭